171 東方日報 港珠澳橋人工島在地利發展橋頭經濟 2015年7月27日港民A19 本報信 港府近年銳意發展大嶼山 其中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屬重點發展項目 當局今年初以就人工島上蓋發展、開展了規劃、工程及建築研究 初步分析顯示隨意吉、澳大橋通車及珠三角地區經濟蓬勃增長 有關發展可促進本港與珠三角地區之間的客、貨運交流 連同周邊土地作綜合發展、發揮橋頭經濟效益 當局初步建議採用世界匯流作人工島上蓋發展主題 向各國企業提供各項零售、娛樂、辦公室及商務酒店等配套設施 令人工島具備體驗香港及世界、商業跳板及物流支援三個核心元素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作發表網致指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輪近香港國際機場 將成為本港連接珠三角西部地區 以致通往世界各地的重要門戶 他希望人工島可以利用機場的人流及物流匯聚 發揮橋頭經濟效能、吸引國際知名公司、促進經濟發展 他又指新加坡的章宜機場保石計劃及日本大前大阪城等 均屬成功的橋頭經濟經驗、值得本港參考 其吸引國際企業進駐當局初步建議於人工島提供陳列、推廣活動場地及餐飲等設施 主要為國際知名公司、本地初創企業服務、島上也會設有辦公室及商務酒店等 吸引有意進軍內地及下泰地區的國際或本地公司 以及有意向國外擴充的內地企業進駐 當局亦期望可利用人工島比輪機場及跨境道路的優勢 發展高增值物流服務 血圖